叶问4正于当前火热上映中 这部由真子丹饰演的功夫 影片叶问系列的已经有了近十年了 叶问4这部影片讲述的是 叶问来到了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 而这一部将是叶问电影系列的完结片 毕竟不管是叶问还是真子丹这岁数了老大不小了 哪还有小年轻的身强体装火烦乱跳 影片中的叶问来到了唐人街 不过他在那里目睹了很多华人被当地的外国人所欺凌了 其中有一个是当地的一个空手道的教练 长得那叫一个粗制大业相当的强壮 而且空手道的造诣也是很不错的 有点真材实料 不过给他一点颜色他就开了染方 给他一点阳光他就灿烂给你看 他打趴了许多的武术师傅 就觉得中国功夫不过如此 那个林小龙也不过只会在那里吹牛 什么武术都是花拳秀腿的表演 那壮汉不仅是这么想的 还非常嚣张猖狂的吼出来 让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叶问就在台下看着 而作为练武之人的他自然看不去 于是便上台指指着他说道 够了 于是摆开架时就要和他一决高下 不料外国壮汉看到 叶文捏花指的动作就取笑了 不过对决开始 壮汉就被叶文压着打 打到他哭爹喊娘 你们喜欢这段吗 欢迎留言哦